这本书其实从去年的大概七八月就开始筹备了 然后其实我在那段时间到现在写的这本书 其实都是包括我从成长 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到一直到出道 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进度历程 所以其实如果严苛来说算的话 应该算是我从幼稚园开始就酝酿这本书了吧 有一天就是希望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用影像的方式拍照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从小到现在的进度历程 尤其是在音乐上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很多就是灵感跟很多什么东西 让我写出一些自己的一些音乐 或者是为什么会做一些事情 包括像私底下生活中的自己 就是希望可以一次过很透明的 让大家进入到我的内心世界 第一本书可能就是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 我觉得每一本书应该都可以有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方式去分享 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是讲自己的故事 有时候可以是一些灵感或者是创意的分享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找我写第二本书 可能现在就要开始约我了 然后开始筹备可能是也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酝酿出下一本书 写真书其实之前有拍过写真 然后那时候好几年前大概有六年前吧 那个其实主要只是影像部分 写真书我比较希望可以透过自己拍的照片 跟自己写的字啊 我觉得如果只是全部拍自己 其实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比较想要说 在出书的话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分享 比较好一点 一开始压力挺大的 因为出版社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问身边的人到底 到底有没有人会想看我的书 听我的歌OK我蛮有自信 但是我觉得说文字这块跟这个书的族群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一开始会蛮担心的 那谢谢大家所有朋友们对我的支持 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本书 我也希望不只是给自己的歌迷朋友来分享 也可以吸引到更多 可能对我还是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 或者是平时在常看书的朋友 或者是喜欢摄影的朋友 我也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我 我也希望可以认识更多 透过这个书来认识更多新的 不同不同界的朋友 对啊 因为一直都是在唱歌工作的环境当中 也没办法认识太多的新朋友 可能是到时候有一个 登读者的一个见面会 书里面有讲到就是 我小时候其实蛮自闭的 然后蛮没有自信的 然后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如果没有爸爸的鼓励 没有爸爸的支持 其实我不可能有今天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在我写第一篇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想到小时候就想到爸爸 我想说那我也希望说 爸爸可以用他的角度 他的眼中的林俊杰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温馨 因为这本书是在写我成长的过程 所以少不了我的家人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蛮支持我 就是大家都看了书都会很仔细看 然后都有分享一些 其实他们自己看了书的心得 对啊 我刚好生日当天在马来西亚 跟歌迷朋友办了一场这个现场 就是请了几百个歌迷朋友一起庆生 对啊 然后我也有演唱 跟歌迷朋友互动 所以我觉得每一年的生日 其实几乎都是跟不同地区的朋友们一起庆祝 所以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因为从出道到现在每一年的这个生日 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就是每一年的生日 在一个不同的城市跟他见面 然后回来就 他有点不讲义气 每次提到他我都会生气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生日当 其实他有助我生日快乐 可是他在微博上面就没有助我 然后所有的艺人都有助我 然后艺人朋友都有助我 就他一个人没有助我 然后可能有一些歌迷朋友会以为说 我们是不是不吵架啦 不开心啦 然后就没有助我生日快乐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 怀修 这个今年的生日呢 我不会祝你 所以先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到时候我就不会祝你 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 还算蛮重要 因为掏心掏肺嘛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跟 更多朋友们可以一起分享 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蛮想带着书本 到处跑帮大家签书 对啊 跟杰伦他们都是已经好朋友 很多年的好朋友 其实从每年的 每年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好朋友 互相支持鼓励啦 不管是什么事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一种 精神上的鼓励 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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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